今天正在吃早餐,和大家錄這段 昨天出了通脹數據,回落到3以下 聯署局不停吹噴,去到很厲害,加到很厲害,或者通脹失控 聯署局官員不是第一次錯的,他們幾次都錯 所以就算這些官員說話,你也不要盡信 所以他知道發生什麼事,不過他不會說實際的原因給你聽 官又官腔,實際情況又不一樣,現在又下跌了,跌到3以下 通脹回落了,息口會不會再加呢?應該不會再加的 說到加都很厲害,實際加不了 我也說了有什麼原因 他再加下去,就嚴重經濟衰退 好了,現在這段時間就叫做甜蜜點 我在Patreon 中說了不止一次,我想有四、五次的甜蜜點 那就自己很好把握 其實美國為什麼加息呢? 其實我有一段點題的影片已經在這裡 免費給大家看,自己去看看 究竟美國為什麼要加息 所以這個目的不是打通脹 不要搞錯 美國要加息 就是要借錢 所以買樓是非常好處的 我到現在也是這樣說的 你不要聽別人說買樓會死,會大件事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另一個時代 自從QE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進入另一個時代 你要先了解什麼是錢 那你才可以獲得它 我很容易自然拿到錢 因為基本上我知道錢是什麼 所以大家要先理解 看回我之前這段影片 美國加息的真原因 不是表面看通脹的原因 是看不到的 另外還有一段影片 突然有人說 你三年前看你的影片 突然反彈出來 很準確 你三年前說 我會捱三年 今天有一個好消息給大家 這三年已經捱完了 哈哈哈哈 2020年那時候出了《地武經》 叫大家看看《地武經》 他說那三年很慘 我自己聽回我當年說了什麼 我也說了 會捱三年 即是只有一個造字 又會有一個財富大轉移 現在正正就是財富大轉移 現在是一個很不公平的社會 為什麼有錢人更加有錢 就是因為現在是普通人貢獻著有錢人 這個是事實 不是我做出來的 這個計劃 整個計劃 是精英想出來的 所以首先你要理解什麼是錢 錢的價值從哪裡來 你就會很清楚 究竟你應該做什麼 如果你還沒訂閱 記得訂閱 按個like 也不需要錢 免費的 這些影片我之前已經說了很久 但你開頭看的時候 你是不明白我說什麼 也不相信 每一個人都是 之前不是吧 我也有說樓不會跌一半 大家留意 馬雲當時不是說 什麼樓價如沖 又錯了 他自己的身家就如沖 他的身家也不夠最高值的一半 即他的身家就跌了一半 所以有些人說話很誇張 但其實是完全不對的 那時候他們說 科技會令到所有房地產是零 這個也是垃圾 完全不對 三年前我又說了 那幾段全部都有說 每一件事 大致上都是向這個方向發生 樓價只是跌百分之十 都沒有 可能 還有這幾個月 但是呢 股價有很多已經斬了一半 你看到那些科技股 尤其是內地的科技股 美國的科技股跌三分之一 有些不止 跌七成都有 但是呢 所以大家要兩看 接著我今天 Patreon又分享了 香港是個福地來的 香港真的超級福地 你看到香港人很富有 還有很多錢剩的 因為稅太低了 個個都有錢在袋子 但問題是 你怎樣用這些錢 是個人的問題 但是政府最低限度 你做完之後 我不會伸手跟你拿一半 香港是福地來的 香港很多事情 其實做得不好 香港這幾年真的做得不好 食物的水平 服務質素 所有事情都差很多 但是問題是 還有得做 就是香港是福地 如果其他地方 就撿了狗室 但是我們亦都要 與時並重 所以我亦都開始勤力一點 因為太難了 這幾年都爛了很多 這三年之後 我們有機會又來了 我原學分享會再講一講 明年會怎樣做 因為化殺擋殺 我還未講完 因為太多事情要分享 最近亦都發現了一本書 是非常之好 是講科學的 其實我很喜歡看科學的書 但是科學原來 和道教和佛教都全部有關係 你要橫跨幾個界別 才知道整個宇宙的真相 我看了很棒 今天又分享了一條 總之呢 適量投資 三年大家都熬了 又沒有穿沒有爛 我覺得非常之好 這三年都是給全個宇宙 全人類的一個學習的機會 真是好好把握這個時間 你覺得有用呢 讚、Like、Share 給朋友 還有好好享受生活 謝謝